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請坐 各位同學早上 這一個是台灣戰爭史回顧 早上就有同性在問說 老師這一個會不會很無聊 會不會很無趣 當然啊 念歷史課 讀歷史哪有可能會說很趣 不過歷史 是要讓我們見骨 資金嘛 讓我們了解 我們現在為什麼會走到這個程度 幾個例子 剛才畢視長在一起就在跟大家說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台北 這到底有什麼意思 Chinese 台北 中華民國為什麼 在台灣的時候他都講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為什麼去到國外去參加世界各國的比賽 都說中華民國在台北 這落差不是很大嗎 在教育爛的時候 你跟我們教的時候都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去到國外的時候 國際成人的中華民國在台北 這落差在哪裡 他在台灣的時候 都沒有跟我們說過 他是劉王政府對不對 他跟我說 我們是 他們中華民國是劉王政府 沒有嘛 所以他可以跟我們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可以在島內 2300萬人 2300萬人 面前 跟我們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為什麼去到國際 70億人口 他卻沒有辦法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因為到國外 剛剛講上Google去查 你看到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這就是屬性 這個是事實 重點是 我們在唸書的時候 不會有人告訴我們這些 因為你在台灣唸書 你在台灣唸書 你在台灣唸高中老師 國中老師教歷史 他們都是領中華民國的薪水 所以他們要照中華民國的教科書去教你 這是事實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事實 今天一整天的課 你會看到很多 你會看到很多年輕人 他們現在開始慢慢醒過來 像我們的佑謙老師 非常年輕 他會很清楚告訴你 用邏輯去辯證 昨天晚上你也聽到耿力老師 在告訴各位 他們都比我年輕很多 那 這些一點一滴的在告訴各位 讓各位去了解 我自己本身在做教育訓練 我們常常在談 我們在台北常常在說誠實 誠實 誠實 有理走遍天下 無理村木難清 你只要誠實 很多事情你會很輕鬆 因為 說謊通常要用100個謊來圓 所以你會看到 中華民國一直在說謊 一直在圓謊 一直在說謊一直在圓謊 他在一個惡性循環 可是一到國際上 他馬上破功 他只能用錢 去買人家承認他 我1000萬美金給你 你成人我中華民國 我給你1000萬美金給你 你叫你成人中華民國 你要成人嗎 對啊 錢嘛 你用錢你做人 這就是事實 所以你在國際上很多 這個大的國家 為什麼沒有辦法承認他 因為事實他就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開中民意要告訴各位 所以今天台灣民政府 透過美國軍事政府的協助之下 成立了之後 我們要開始宣揚我們的主張 跟我們的訴求 要讓各位很清楚了解 那今天的這些戰爭史 就希望各位套在的時間 比較有精神 講一些比較枯燥的 我們常常這樣 我們要尋琉球模式 琉球模式 到底什麼叫琉球模式 好那我在講我們的主張跟立場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什麼 旅行琉球模式 我們看今天的那個戰爭史 那個官網首頁 幫我打出來 我們每一天都有一篇戰爭史 必須你剩下三百多片 你現在看到的是兩百多片 你每天都可以上網去看 我請問我每天都把它做成一個 一個page一個page這樣 我要常常要回去找資料 就很容易去看得到 裡面比如說 沖繩處境 這是一篇2001年的報紙的報導 我們把沖繩改成台灣 你看看是什麼狀況 這個今天 1972年 這樣就可以了 沒關係你上網我念給各位聽 1972年的5月14號 美國把托管的琉球 沖繩返回 返還日本政府 日本在2002年5月14號 就沖繩返還30週年 現在已經 40年了 他們說沖繩移交給日本 是棘手的問題 他提到 ABCD這樣一個 一條一條下來 讓各位知道 如果你把這個問題想成台灣 你就去思考一下 沖繩是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正式脫離日本統治 這是第一條 台灣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正式脫離日本統治 這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日本天皇的權力 他被suspend 被整個被吊起來 所以你會看到 台灣 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正式脫離日本統治 第二個 在1960年代 沖繩人的感情 已經傾向回歸日本統治 在早期的時候 我說一個比較不算 我們長男爸 他在 他也有去歡迎 他那時候聽說 中華美國軍隊要進來 他也有去海邊歡迎 他去歡迎的時候 他覺得很諷刺 他心裡面真的 盪到谷底 為什麼 他看到的是 穿著很整齊的日本軍人 坐船離開 然後那些到底是 是不是軍人的人 進來台灣 如果早期你會看到 他們是穿著那個 鞋子已經不能破到 然後背上背著那個鍋碗瓢盆 然後一路就是 那種逃難的難民 他說要來接管台灣 一個很整齊的 那個非常有儀容 然後非常這個 有習慣很守法的一個 軍隊要離開台灣 你今天下午也會聽到 南京事件的真實的狀況 我們的那個 溫辰志文老師會告訴各位 你會發覺 他會覺得很諷刺說 那個時候 慢慢的 他就會開始告訴 他跟自己說 他就開始強化自己 他從那個時候 開始給自己輸進去 我自出事 我就是日本人 所以我永遠都是日本人 他這樣 我們中央把自己說 我自出事 我就是日本人 為什麼 因為反差太大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的老一輩 台灣人的感情 是不是很傾向 再回歸到日本統治 尤其是 尤其是 近來一年多兩年多 他為了要押注這些聲音 押注這些台灣的 這個學者的聲音 因為他們要求 我們有一群人也跑到日本去要求 請按照國際法 按照戰爭法 來處理我們的台灣 他為了要押注這些聲音 他做了什麼動作 宣布了 全世界最長的38年的戒嚴 他有沒有資格在台灣宣布戒嚴 完全沒有資格 可是他宣布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有槍 他有槍炮 然後他第一個 就把那些懂得歷史的 會念書的 了解真正歷史的人 一個一個暗殺 一個一個槍殺 這個台灣很有名的 全世界都知道228事件 228紀念館 紀念台灣的這些學者 這些醫院的院長 這些老師們 紀念他們 為台灣犧牲 總共那邊紀念的有幾個人 多少 兩百多個 幾百個而已 可是在日本時代 有戶籍 有戶籍 經歷228事件 然後重新再調閱戶籍 那些戶籍 上面有名字 然後但是人已經消失了 有多少各位知道嗎 22萬5千個 這些都是台灣的精英 台灣的知識分子 台灣了解台灣歷史 真正台灣的歷史的 了解我們為什麼 是日本台灣人的 這些人消失不見了 然後開始漁民 開始告訴各位 就像我出生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228事件 那時候絕對不能談 我只知道齁 我們家齁 記得我們爸爸怎麼都去買一些雜誌回來 然後藏在那個櫃子裡面 然後他們都是晚上的時間 沒有人啊 沒有關係 一直看那雜誌 我小時候只是很好奇 他們到底在看什麼 各位 我們的長輩可能那時候 那個時候有很多禁書 他們到書報攤齁 台面上全部擺著報紙這樣 然後可是他那個書報攤的老闆一看到 我爸爸就知道他要什麼 然後就不知道從哪裡 就挖一堆出來 然後拿給他 他就用報紙再包起來 那個報紙是在包雜誌的 還包起來 帶回去處理你看 看完以後 然後他的兄弟姐妹 就開始分著看這樣 台灣有經歷過那樣的 白色恐怖的年代 他有經歷228事件的年代 然後到了現在 我們的年輕人 風衣足食 受中國式的教育 然後呢 完完全全的忘記了台灣的歷史 所以當我剛開始在 去年接觸到的時候 我也非常的驚訝 我也跟各位想說 我為什麼要再花一萬六千塊來學台灣的歷史 我小時候歷史台上很好的 我很喜歡歷史 尤其是三國時代 然後 那個 從 周朝 周文王什麼叫一直念 我念的歷史念得很好 我弟弟念得更好 所有的中國歷史都背著滾瓜爛熟 口氣都口很好 各位 我為什麼還要花一萬六千塊來學歷史 你們為什麼要花一萬六千塊來這裡學歷史 為什麼要聽台灣戰勝史的回顧 各位聽我威威道來 各位慢慢就會了解 這是很沉重的事實 我們透過這樣子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思想的改造 他就像共產黨一樣 不斷的幫你思想改造 到了現在 到了目前 你真正的相信 你會在潛意識裡面 你甚至像我剛開始沒有接觸到的時候 我都一直以為台灣就是這樣子 中華民國就在台灣 可是我也會隱隱約約覺得 我到國外去上課 我到國外去上一些seminar的時候 為什麼 那些同學們都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有些人念到歷史 告訴我說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只有在台北 所以這時候我要跟各位舉個例子 那時候 開始聽到秘書長在講的時候 我覺得 語法有據 然後 法理情法理情 每一條都有法律都有道理 我請問一下各位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倫敦 也出現了流亡政府 倫敦有哪些流亡政府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波蘭的流亡政府在倫敦 倫敦的流亡政府在倫敦 不是啦 倫敦的政府也在倫敦 英國的政府也在倫敦 所以在倫敦那個時候 同時有波蘭政府 法國政府 英國政府 那如果 今天 今天 如果說法國政府說倫敦是我的 你覺得波蘭會接受嗎 波蘭說倫敦是他的 法國會接受嗎 倫敦到底是誰的 英國的嘛 我們很清楚嘛 英國的嘛 今天就是因為日本天皇的權力 那個時候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就是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天皇的權力被暫時吊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日本天皇沒有辦法發聲 然後日本戰敗了 戰敗國很可憐 戰敗國打輸了就打輸了 打輸了就要定立一些不平等條約 有沒有聽過某某人說他廢除不平等條約 蔣介石啊 他說不平等條約哪用廢除啊 他不平等條約本來就是戰勝國打贏戰敗國 那台灣到底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 那個當下我們是戰敗國 所以慢慢的你會從那些琉球的模式啊 等一下我就會從那些戰爭史上各位了解 我們也會出一些考題 我們大概9點10分出一些考題 讓各位因為接下來你們高級班可能要考試 所以先出一些考題給各位暖身一下 所以你看這樣一路這樣走來 我就會開始想到說對啊 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人替台灣發聲 台灣的明明台灣的宗祖國 台灣的屬地是日本 我們是屬於日本的 法國不敢在倫敦要求說這個倫敦要給法國 波蘭也不敢在倫敦要求倫敦要給波蘭 因為他是英國的 那台灣為什麼可以 台灣沒有人發聲 然後沒有發聲說 就這樣很自然而然的我們就變成中華民國 1830年拿破崙戰爭以後 國際上開始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國家 他們有一些 就像剛剛秘書長講的戰爭法 他們透過戰爭法找到一些判例 找到一些協調的方式 所以他們開始規定兩個很重要的 讓國際上都可以去承認的 走遍國際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 叫做佔領不得一轉主權 佔領不得一轉主權 佔領不得一轉主權 如果佔領可以一轉主權 這樣怎麼可以一轉租款 這樣現在美國很大 不是嗎 美國有沒有打贏伊拉克 有啊 那伊拉克是不是變美國的 對啊 那波羅里克 關島 像這些 像那時候索馬利亞 這些不是都 索馬利亞要變成義大利的 所以那些國家 我們其實國家不用那麼多 會越來越少 如果佔領可以一轉主權 為什麼俄羅斯還要分出那麼多的國家 他們回到戰爭法 所以俄羅斯分出來 烏克蘭啊 白俄羅斯啊 然後那個什麼 車城啊 什麼一大堆的國家 如果佔領可以一轉主權 是不是國家會越來越少 打贊贏 就把全數的滅掉啊 就沒那個國家啊 還會這樣一直分嗎 越分國家越多 所以他們國際上已經承認 第一個 佔領不得一轉主權 第二個 那個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那個達蘭 達蘭薩拉 那個流亡政府在 那個西藏流亡政府在哪裡 在印度的達蘭什麼 沙拉市 那 他可不可以在哪裡就地合法 成立西藏國家 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在印度的國家 在他的一個城市 成立一個流亡政府 所以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的原因在這裡 從1830年拿破崙戰爭以後 就已經告訴全世界 走到哪裡 這個游離走遍天下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既然我們都知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那為什麼他可以就地合法 為什麼我們都會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為什麼 各位去思考一下 我們就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我們領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這我常常在跟朋友在聊天 我們出去外面也都會跟朋友聊天 每次我都會提到這個 我跟我朋友也會聊說 你也可以跟別人開槓這樣聊聊看 我們就很輕鬆聊 年輕人也可以問 你是不是台灣人 他們一定告訴你他是台灣人 我現在問各位 各位沒有聽過台灣民政府 我們來就這樣很閒聊 我跟我的學生也這樣閒聊 請問一下 你是台灣人嗎 各位你是台灣人嗎 是嘛 你要怎麼證明 你怎麼證明 你拿的新聞證是什麼 你拿的鈔票咧 很大喔 這個很好用嘛 上面都寫中華民國啊 你拿的護照咧 你要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他問我說你有辦法證明嗎 他會反問你嘛 我說我可以證明 我有台灣的新聞證 你馬上可以拿出來啊 所以這張一定要辦 所以這張一定要辦 他就說你這敢合法 我們9月份剛去美國 我們到美國的那個辦公大樓 我也有去 我們明天陳寗方陳老師也會告訴各位 我們這張在那裡都可以用 進出他的那個機關裡面 都可以用這張身份證 我這張身份證是美國做的 我都要跟他講 他就說 你叫我辦新聞證 你的目的是不是要他辦身份證 我都會跟他這樣講 其實你要欲情顧重 其實你也可以變辦 因為你自己情感上 政治上你承認你是台灣人就好了 法理上你不用承認你是台灣人 我這樣子我們是以退為進 你當然你跟他講說我要你辦 他會跟你講一張一千塊那麼貴 對 很好笑 給台灣 中華民國身份證多少錢 兩百塊 對不對 我說你都沒有算到照相的錢 但中華民國身份證不用照相 他們會告訴你一千塊很貴 辦一張我們中華民國的護照要多少錢 一千三百塊 這個中華民國的護照到國際上 也不一定能夠用 這張身份證在美國能夠用 以後你成為 因為軍事政府統治下的台灣民政府 我們帶著這張身份證 全世界各位都可以跑 所以這張身份證其實它不貴 但是人就是這樣子 我還要花一千塊這辦事 到底有什麼好處 人家就這樣 因為他不會覺得說 他自己過去念的歷史是錯的 他現在要來改正 不會像各位這麼有使命感 像我們這樣有使命感 我的使命感來自於哪裡 其實來自於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這一代已經被欺騙了68年 我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念 我就不可以說台語 我常常 我們現在在最高 全世界 網路直播 也常常有人 甚至我爸爸都會說 你不要說這麼多北京的 我說 我也很希望 不然國小進前 我也說 我也說台語 因為我們爸爸說台語 我也說台語 我也媽媽也說台語 去到國小 我就不可以說台語 要發錢 一直發 一直發 發到 你們笑的人 就是沒有被罰過錢的對不對 不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我們那時候被罰 被罰到我妹妹下課 有喔 早來我這裡說 夠 我還叫老師發錢 老師還在旁邊 還發 不夠 還發 你們怎麼可以跟你們 鼓鼓說台語 很可能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忘記了 慢慢的去用 通過這樣思想 通過語言的改造 你看他教我們中文 這麼認真的教我們聽跟說 他有沒有認真教我們英文 沒有 為什麼 他教我們英文 我有朋友在澳洲 我有朋友在英國 我有朋友在美國 我拿我女兒的 英文作業給他看 他說 哎唷 他真的 他說 他說 我們的國外學的 你們 在台灣學那個英文 太注重文法了 學到我們都沒有學過 他在美國 在澳洲 那邊都英語系的國家 生活了二十幾年 沒有學過這種文法 我們剛開始學是學什麼 學怎麼看對不對 然後呢 寫 我還記得 那時候老師說我寫得很好 因為我從A寫到Z 草寫可以一筆這樣 寫起來很漂亮 寫得很好 寫得很好 看得很懂 然後呢 說不出口 學語言是學這樣嗎 不是嘛 然後我們到美國去丟 丟到美國一個月 我表弟到美國丟了一個月 丟到那個一個月 他英文回來比我好 嚇嚇叫 他會不會文法 不會 他會不會看 不會 但是他會說 很高 我們學語言的重要目的是什麼 communication 溝通 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我剛開始 我朋友 像各位有一些長輩 我們家裡去泰國去 去那個Villa 那時候就傍晚的時間 我傍晚很高的 都是蚊子 然後那個waiter就很忙進忙進 因為人太多旅行才去嘛 他們不知道怎麼講 也不會講mosquito 也不會講蚊子 也不會講蚊香 但是他們也會有 國際慣例的肢體語言 他們就在那邊 他就過來 他就說waiter 來來來來 然後我們就看他要怎麼表現 因為他要蚊香嘛 你怎麼說 因為言語都不會說 只會說台語 你怎麼說 你可以拿蚊子給我 你聽不懂嘛 泰國話帶蚊子給我 可能是別的意思 他就在那裡說 他就比那個天空這樣 嗯 嗯 不要 哎 那個waiter說 好好好我知道了 馬上拿蚊香過來 這樣有更困難 他不會講英文 他也不會講泰國話 但是人家會拿蚊香來 然後比那個齁 我真的帶我小朋友出去的時候 比我那個小朋友 坐在那邊 然後呢 叫他跟我 有一些單字我不會 叫他幫我講 他說爸爸這樣文法不對 他一定要想到文法很清楚 我說不用你講單字就好 他說老師教的話 要有文法才可以講一句話 好可憐喔 所以他 不是很認真在教我們 他從以前就不是很認真在教我們台灣人 我們的身份證 中華民國身份證後面都有代碼 本土台灣人 跟中國第二代 這些你都會知道 都有密碼 中國第二代呢 他培養 培養你成為外交官 培養你成為經濟學家 培養你 他會盡全力去培養你 然後呢 他本土台灣人呢 他會告訴你 不要碰政治 不要碰這個外交 什麼都不要碰 本土台灣人 第一個最好做什麼 做醫生 第二個呢 去賣兵 賣兵 第一做醫生 第二賣兵 第一賣兵 第二做醫生 他會教你這些 讓你越來越笨 他的教育是這樣子 這是真正台灣目前的現況 然後他要把你越教越笨 他不要讓你知道事實的真相 如果全部的本土台灣人都知道 一起去像琉球一樣 跟日本發聲 跟美國發聲 像每一個人都像我們的林志森林博士一樣 我們一起去告美國 請美國遵照萬國公法 遵照戰爭法 遵照國際法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時候台灣為什麼現況 就不是去吃廣廟公了 就不是那些人去吃現在在那裡 把廟公都跟我們跟我們跟著 那時候他們就一定要離開 但是現在台灣人沒有辦法醒過來 為什麼 我們這次有看到 每次來上課 現在越來越好 看來越來越多年輕人 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只有我們老一輩的 了解真正台灣歷史的人 那很可悲 老一輩的在告訴我們說 這是真正的台灣歷史 小孩子你說那不是 那是假的 你想想看 講真話的人 下一代跟你講你在講假話 多可悲 這是事實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跟我的弟弟們他們在講 他們也都不相信 他們不相信我講的 很難相信 我自己剛開始我都自己講的 不太確定 但是所以為什麼真理是越變越明 當你下定決心一直去研究 一直了解 你會了解到說 原來這樣子台灣才有活路 但是在需要時間 你要喚醒你的 周遭的親朋好友真的需要時間 因為他們被騙了三十幾年 他們已經被騙到 在幫他數鈔票 在幫他數鈔票 叫他們買去 國底人算鈔票 為什麼 你有沒有在繳中華民國的稅金 你要不要繳 其實不用耶 你有沒有在當中華民國的兵 有 你要不要當 其實不用耶 你不是在幫人家算鈔票嗎 你每年賺的錢 在幫他算鈔票給他嗎 他不是最大的詐騙集團嗎 那個詐騙集團 說我們是詐騙集團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所以你會發覺都這樣顛倒是非耶 所以我再問各位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還是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你們都有聽過課嗎 為什麼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為什麼把事情做對不重要 你有沒有剛剛發覺 剛剛都已經在講這些 把事情做對是什麼 從頭到尾你念的歷史 教科書上念的 你一直在宣揚 在宣導告訴大家 把事情做對 一剛開始就錯了 一剛開始就錯了 到最後怎麼可能會對 一剛開始的歷史 你念的就是假的 假的歷史 然後你告訴大家 這是真的 假到真的時候 都變成假的 還是真的 他到底 到最後還是假的嗎 好像在繞口令一樣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歷史 結果現在你在講 真的歷史的時候 你遇到很大的困難跟瓶頸 跟沒有關係 那個會越來越快 就像在滾雪球一樣 越來越多人 像我們年輕人 開始知道正確歷史 我在教我的下一代 就會很清楚的告訴他們 他們也會很清楚的 告訴他們同學 我女人 國小五年級 她就告訴她同學說 台灣沒有光復節 她同學說 你可以跟她比這樣 真的嗎 說我女兒打個招呼 對啊 我女兒說 爸爸我可不可以帶 那個民政府的旗子去 去那個校慶的時候 我說先不要啦 不要太激動 等一下 老師說 你不能進來 人家在升國旗 你在搖民政府的旗子 他們已經知道了 台灣的真正的歷史 所以我們的目的 我們現在在這裡 不斷的開課的目的 就讓各位了解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再來看第三個 你看 C 沖繩人的處境 是反映在1963年 在琉球美國最高總督 他說琉球的民政府 想要擴大自治 琉球自治 不應強過美國 這個裡面 他一個一個 點下來 你想想看 現在台灣民政府也在要求這樣子 我們只是要求 我們可以 自己管理我們自己 不要 再繼續被中華民國去荼毒 不要再那個 讓那個騙子 一直持續的騙我們 我有時候說 說 我就自己 自己的頓座 我想說很困擾 我明明就自己說 這次都要說 我都會說多 怎麼會說 再往下 再往下 日本官方 告訴美方 日本 跟美方說 沖縄如果 向日本 是美國最大的利益 我們現在台灣國際地位 那個 這是每天都有的戰爭史 你每天都可以上網去看 可以幫我回到那個 剛剛那個 我們的民政府的主張 跟立場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我們出去外面不用爭辯 因為我們講的是真話 我們講的是真話 我們只要透過一些事實的 去 人就是這樣他會去思考 像我弟弟他們沒有被影響嗎 有啊 他們也是慢慢就要來上課了 我只問他們 他們最清楚 因為喜歡運動的人都知道 我們到外面都只有五環旗 叫做中華台北的五環旗 我們沒有台灣隊 沒有真正的台灣隊 就像我們去年 那個 那個經典 那個 那個 棒球經典賽 那時候日本跟那個台灣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很清楚 日本跟台灣打得如火如土這樣 結果最後 日本贏了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人失望 我那時候就看到路上 真的是大家都在看耶 我們中立的路上那個看板 大家都在看耶 為什麼要失望 我們贏了耶 可是我們不會覺得我們贏了耶 我們覺得我們輸了 我們到底是日本隊還是中華隊 我們是日本隊耶 我們是日本隊耶 我們日本隊贏了耶 你在失望什麼 可是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中華隊輸了 哪有台灣隊 你如果今天說日本隊跟台灣隊比賽 我們為台灣隊加油 那還有道理對不對 我們今天幹嘛為中華隊加油 那中華隊那些人 他並不了解他自己是 到底是台灣隊還是中華隊 他們到國外都在講 我是中華民國國民不是嗎 還要拿國旗在那邊宣揚耶 歌唱比賽什麼 都是拿那些國旗在那邊宣揚 他們根本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在哪裡嘛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回到我們自己的定位 我們回到我們的台灣地位正常化 我們讓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可以正常化 難道你不想去參加任何國際組織 都可以拿我們台灣的名字出去嗎 我們是美國軍事政府統治下的台灣民政府 拿著這個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旗子 上面有一個大大的台灣 雖然是美國軍事政府統治 我們現在開始 民主黨要求大家 就是盡量讓大家知道這個旗子 那個台灣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我們台灣民政府 讓各位很清楚知道 這個 這個旗子 我們的六個州 台灣民政府的旗子 裡面有美國軍事政府的統治 這裡面不是國民黨的什麼徽章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的統治 這個是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旗子 讓大家知道 我們也希望這個旗子可以走向全世界 讓大家很清楚知道 我們不是中華台北 所以這些歷史 雖然是很枯燥 但是你要讓小朋友知道 他們才會在一個正確的循環裡面 他們才可以走得出國際 才可以在社會上 在國際社會上很清楚告訴大家 I'm come from Taiwan 我來自於台灣 我真的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到國外去上課 真的沒有人知道 台灣 台灣 台人 所以問你說 喔 是台灣的其中一個州嗎 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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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come from Taiwan 台灣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國際上發聲 難道你要講 I'm come from Chinese Taipei 不要吧 所以你會知道 中華民國 他只有在台北 那既然流亡政府 他可以到處流亡 他一定要一直流亡在台北嗎 不用吧 所以他有沒有一陣子想要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流亡到高雄 不是那時候我們有人這樣一直在講 要遷都到高雄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可不可以流亡到平潭 可以啦 所以流亡政府他可以到處流亡 你知道當初齁 這是戰爭史裡面都有講 因為時間關係齁 再找資料會比較慢 我講給各位聽齁 蔣介石當初他不敢直接來台灣 他當初從重慶直接做他的專機在飛的時候 他飛到哪裡各位知道嗎 他飛到澎湖耶 為什麼他不敢飛來台灣 當初台灣政治上有成城在掌管 軍事上孫立仁在掌管 那時候孫立仁跟美方的關係非常的好 所以他們那時候美國是希望 成城政治上管台灣 然後孫立仁軍事上管台灣 由他們兩個來管理台灣 那蔣介石是什麼 難民 政治難民 蔣介石 蔣經國那時候都是政治難民 他們是被中國共產黨趕出四川 然後在澎湖 可是他們不想 他們不想流亡 因為美國幫他們安排去馬尼拉 他們不想去馬尼拉 所以呢 他就請那時候的 我忘了那個叫什麼 反正就是 就是請那個那時候駐美的代表 去找那個成城跟孫立仁 跟他講說 蔣先生想要詢問你們的意願 如果你們願意讓我到台灣 我就來台灣 如果不願意我就去馬尼拉 在那個當下 如果成城跟孫立仁硬起來 他們真的硬起來 就沒有蔣介石來台灣了 在那個當下 我們也很佩服宋美玲 他真的是害台灣的這個罪魁禍首 元凶拉 奇怪耶 那個杜魯門 非常非常的討厭 他說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他親我說的話 可是為什麼宋美玲到美國去以後 他又繼續這樣子 當作那個沒有看到沒有聽到 讓他繼續留在台灣 這是一個歷史懸案 這個秘書長在很多解密的文件裡面 他也沒有很詳細的告訴我們 但是我們很清楚知道說 宋美玲的政治手軟真的非常的好 好到羅斯福總統 杜魯門總統 都沒有辦法拒絕他 這大概中國女性的魅力吧 真的啊 宋美玲到美國 她沒有去住那個什麼 雙向元 她是住在白宮耶 這是有文件的 她住在白宮耶 厲害吧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成城跟孫立仁就說 孫立仁親自飛到澎湖 說我們永遠歡迎主席 歡迎主席來我們台灣 結果他一到台灣 這個主席 蔣主席一到台灣之後呢 孫立仁怎麼辦 關起來 好可憐喔 他是第一個去書城耶 他去澎湖把他接來台灣耶 他的下場就是被關一輩子 那成城呢 永遠的副總統 所以他的陳旅安要出來 想要來看有沒有機會選個總統 所以在那個政治鬥爭那個氛圍之下 宋美玲展現他的非常高超的手腕 讓中華民國一路喔 日本要求 然後法國英國德國全部都要求說 他們應該要流亡到馬尼拉 他都可以一直留在台灣 一直一直留在台灣 台灣只要有人要發聲 我們那個蔡才元蔡老師他 晚上也會告訴各位 他說他那時候親口告訴我們 他說那時候他被關在警備總部 他被關在地下一樓 我忘了地下一樓還是地下一樓 然後他們以為就只有地下一樓 然後他晚上就趴在那裡睡覺 因為他們就是一直被行求嘛 被逼嘛 然後他地底下傳來那種哭聲 然後慘叫聲 他就問那些管理的人員 他說為什麼還有地下啊 他說有啊 這地下就是那些高級知識分子 只要到那邊 他就叫那些老兵 他說那些老兵只要用雙手 可以捏死一個五塊錢 他把他捏死一個再往下丟這樣 就在那邊一路這樣處決 我們的這個台灣的高級知識分子 台灣的政治菁英 一路這樣處決 沒有還有練沙包 把他裝在麻布袋裡面練 看怎麼樣幾拳可以把他打死 他說那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他還算蠻幸運 他在地下一樓 他還沒有到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他親口告訴我們 所以那時候只要一有人 一發出聲音 他們就用他們很高超的政治手腕 不管對內不管對外 一直壓著一直壓著 壓了38年 戒嚴了38年 那時候我記得 我那時候國小四年級還五年級 國小 然後聽到某某的偉人世事 然後看到 那開始看到所有都降半期 然後大家都在哭民族的偉人 什麼 那個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 然後 好像學校都不用上課了 然後就看到電視上 永遠報導說 在那個台北市那邊 多少人排隊這樣 從國內 國外飛回來排隊這樣 在做秀 在這些點點滴滴 讓我們就一直深化 一直深化 一直強化我們的 我們的潛意識 讓我們以為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不是嗎 從現在開始 我希望各位跟我一樣 開始告訴自己 很清楚知道 國際上承認 國際上承認的現狀 才是台灣的現狀 中華民國在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你去問英文老師 他們也不知道 中華台北是什麼意思 他們知道Chinese Taipei 他們怎麼知道裡面有 Chinese government in Taipei 他們根本不知道中間那一段 他們只知道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告訴大家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這是真正的國際上承認的 那其他的地方沒有人管 其他地方都是屬於 美國軍事政府管的 你們大家都不相信 民主長說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不相信 你知道清泉崗基地 裡面有住著美軍嗎 然後美軍這樣子 甚至有那個完整的報導 那個佑謙老師看下一節 會不會放給你們看 很完整的報導 美軍他們東西送錯了 送到台南的那個空軍基地 核彈頭 那個電視上報導的 然後呢 他們一年之後發掘 那我們台灣的阿兵哥也是啊 送來我們就把他入庫嘛 也沒有去拆 然後一年多以後 他們發覺這個清庫存嘛 當兵都要去清庫存 少了四個核彈頭 然後去查 送到台南 他們嚇一大跳 他們也沒有通知台灣 晚上就派軍機來到清泉崗機場 然後直接去台南 就把核彈頭搬走 搬完了以後 搬回去以後才告訴我們的那個國防部長 不是告訴台灣當局的國防部長 說我們有把四顆核彈頭寄放在裡面 我們現在拿走了 然後國防部長就很 那個 那時候的那個台灣當局的 國防部長很惡婉 哎呀 好不容易天上掉下來的大禮物 我們竟然沒有去研究他 他可以這樣輕輕鬆鬆的運進來 輕輕鬆鬆的搬走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民國政府只有在台北 所以其他地方都歸美國管啊 不是嗎 這很正常嘛 美國軍事政府一直統治著台灣嘛 他對很多的 很多台灣的都要下指導期 為什麼台灣的總統當選 一定要去美國 去報告說我當選台灣的總統 如果沒有美國承認 他總統沒有辦法當選 為什麼 不是我們選了 然後他當選就當選了 為什麼要美國承認 這一點一點都要告訴各位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統治的事實 美國軍事政府從麥克阿森那個時候 發布第一發命令開始到現在 他都一直在統治著台灣 他一直都沒有離開台灣 他的勢力都沒有離開台灣 包括現在最近的關係 國際局勢各位要去看 國際局勢越來越緊張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他也不想 中國他也不想 那麼簡單就把台灣還給美國 但是美國一直很清楚的告訴你 我管你我就B-52轟炸機 飛你的那個防空識別區 直接飛過去 這些都是一直在告訴大家 美國根本不怕中國 你知道全世界齁 軍力阿 評比阿 第二名的國家是哪一個國家 第一名是美國嗎 第二名是哪一個國家 中國齁 大家都覺得中國嗎 印度嗎都不是 全世界評比 軍力第二強大的國家是日本 日本人很厲害 因為日本造潛艇的技術 是世界一流的 他們有要求 日本比如說在 線狀服役的潛水艇 大概12艘 只能有12艘 日本很簡單 他每年建造潛艇 12艘進來 他服役 一艘潛艇可以服役幾年 下水服役大概可以三四十年 可是他服役一年就退役了 就除役 為什麼 第二年再新的12艘 那些除役的都冰在那個北海道那邊 所以他的潛水艇超過120艘 所以他才有辦法講說 如果中共要跟我打五分鐘之內 我讓他那個海軍全部不見 五分鐘讓他海軍全部沈下去 你也看到全世界最大的那個 航空母艦 他可以飛機起降對不對 那全世界只有一艘航空母艦 沒有辦法飛機起降 哪一艘 遼寧號 所以你會很清楚知道 這是真正的國際上的局勢 我在跟各位講 中國的人民幣一直想要控制整個全世界 你可以去看貨幣戰爭這本書 他裡面就有提到 其實在那個世界貨幣基金會裡面 是靠你的那個票數在表決的 那票數是看你這個國家的 你擁有幾票 就像一個公司在這裡一樣 你有超過51% 你就有絕對的控制權 那請問一下各位 你知道中國大陸的 中國的人民幣 在全世界貨幣基金裡面 他佔有的%是幾個% 各位知道嗎 不到4% 他怎麼去控制全世界 他怎麼去全世界貨幣去 那你知道美金 美元 日幣 他們加起來超過幾個% 你知道嗎 超過30% 對啊 所以你 那個中國人民幣 他們一直想要那個移卵即使 想要去做一些這些 所以各位不要覺得 透過中華民國的教育 覺得中國很強 中國很強 中國只是現在正在長大而已 他還是小時候 小時候 我們可以讓他不要長大 美國跟日本絕對有權力 讓他不要長大 為什麼 把他摻一些海鹽就好了 都放一些鹽巴 然後 第二個 台灣民政府 第一個台灣民政府主張是 我們依照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國際地位現在目前能夠正常化 就只有第一個 日本天王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會有台灣的佔領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尋萬國公法 實現台灣地位的正常化 這是目前真正的台灣的國際地位 第二個 我們要遵守國際法 剛剛都有聽到戰爭法 萬國公法 究極戰和平條約 這些都對我們 非常有 深刻的關係 對台灣 所以我們要遵守這些條約 這些條約 都會帶領我們走向 台灣民政府 完全執政之路 第三個 台灣民政府立場 我們不要使用武力 不要使用暴力 我們絕對不會使用 但是我們會用各種方法 讓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請問一下 各位 一定要搞清楚一些邏輯概念 今天我們要接政權 我們今天要直接 我們要來管理台灣 我們跟誰接 跟美國 那當初是誰把中華民國 送進來台灣 美國 對啊 誰把中華民國送走 也是美國 所以我們不會跟中華民國 沒有任何衝突 他們走他們的 他們來 他們走都是美國在決定 所以我們接 是跟美國接 所以我們才能夠無縫接軌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他們要離開 他們不會用奧博嗎 會嗎 黃金多辦一點 然後那個護證資料 把我們全部弄不見 他們那時候有辦法 把我們護證資料搞得亂七八八八 日本那時候做得很好 可是這些為什麼 他們現在都沒有辦法去動 而且甚至一接掌之後 完全的 完全的接掌 那是有策略有計畫的 我常常在講 像那個 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 沙漠風暴 七天 七天 你知道 這個七天的整個執行的是誰 是我們台灣人 在美國 成立一個這個危機管理顧問公司 他去幫美國策劃的 所以美國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都勤收的做得非常的完整 包括現在的那個史諾登 他的那個 這個全世界的勤收 他都已經在泄密 他們可以做到很完整的 無縫接軌 各位不用擔心 所以我們只要把我們自己準備好 我們把我們自己準備好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更正式法理 你不要一執政之後 然後你一坐上那個位置 你就開始說 我代表我們這個某某某某那個 俊我要宣布台灣獨立 你不要別傻了 所以你要更清楚法理 台灣可不可以獨立 這個民主長 昨天晚上應該有告訴各位 今天 今天 我請教各位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是不是 對不對 不對 你們都很清楚知道 就像常常民主長 一天到晚在跟我講 你要了解這個概念 我今天去住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就是我的嗎 我是住客 你要了解國賓飯店是有主人的 台灣這個地有沒有主人 他不是無主的地 所以為什麼 開羅宣言他們那些都搞不清楚 以為台灣是一個殖民地 台灣在1945年的4月1號以後 就已經是神聖不可分的領土 對於日本 我們是日本神聖不可分的領土 就像當初簽下關條約的時候 我們要改成 我們用日本的講法 不是馬關條約 是下關條約 當初簽下關條約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 中國 中國割讓 滿清割讓的土地 不只有台灣 澎湖 他還有割讓遼東 那個東北的那個三島 東北的三省 為什麼東北三省很快的 在下一次一月以後就修正回來 就還給中國 為什麼 他本來把東北三省一起割讓給日本 永遠的 你看那個戰爭史裡面都有講 他是永遠的無條件的 完全割讓給日本 為什麼東北三省不能割台灣可以割 為什麼東北三省馬上遇到英國日本 英國跟法國他們的抗議 說東北三省不能割讓給你 為什麼 東北三省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那時候東北三省不可以割給日本 但是台灣澎湖卻可以 為什麼 台灣只是中國的拓殖地 甚至連台灣 台灣連整個被中國完全佔領過都沒有 在滿清時代他佔領就只有佔領一條毛毛蟲 不是嗎 那個 一條蟲 他只有佔領那邊 那我們要很謝謝 所以秘書長一直說 他非常喜歡高砂族 我們要很謝謝我們高砂族的勇士們 適時抵抗中國 一直沒有被他佔領過 但是高砂族可能也會對日本會有一些情節 因為那時候日本就完全征服了高砂族這樣 花了很長的時間 十幾年的時間 我還遇到過我們那個太亞族的祈禱 他們那時候還在決定 因為已經戰道已經快要沒有人了 他們還在決定說我們要繼續生存下去 還是讓太亞族就滅族了 跟日本人打到這樣 戰道已經一兵一組 他們最後決定說我們要把我們的子孫延續下去 所以投降好了 才會整個被日本完全佔領 所以這是整個台灣真正的歷史 我們回到那個 我要講那個戰爭史的231篇 因為時間關係 我覺得各位真的很認真在上課 所以講的那個廢話講的比較多 我有講很多廢話嗎 沒有啦 那個戰爭史231篇 這邊一定要告訴各位 這裡面就會了解 為什麼台灣 台灣是屬於日本 然後呢 在這個美國會介入南海 因為最近大家都在談南海 因為到底南海那邊屬於誰的 然後南海到底是 為什麼印度啊 這些國家他們都可以來要 各位想想看 這我自己拉 我自己往下拉 美日太平洋戰爭以前 日本擁有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所有的權利 戰後美國為了降低日本 帝國武力的影響 所以在就像和平條約裡面 第二條規定日本 日本放棄對南沙群島 跟西沙群島 一切的權利 權利以及主張 南海是包含南沙群島西沙群島 太平洋戰爭期間 是日本佔領的地方 不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跟台灣的地位不一樣 所以日本對南海租島只有 非天賦可以移轉的佔領權利 但是沒有天賦不可移轉的主權義務 所以日本依照 旧新山和平條約第二條的規定 放棄恢復行使對南沙群島 及西沙群島佔領的權利 所衍生的管轄權 戰享權及宣有權 南海租島成為國際無主之地 所以呢國際法無主了 大家才會去搶 美國是日本唯一的征服國 美國打敗日本 雖然立場有優先接管這些島嶼 也就是日本所放棄的南沙及西沙群島 但是他沒有意願來佔領 因為太遠了 所以呢南海租島就成為無主地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流亡中華民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文萊 以及越南 你看流亡的國家也可以去要南 那個南海 很好笑齁 這些是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文萊 越南 這些依照國際法先佔原則 要互相競爭宣示主權 中華民國也要先跟人家搶一腳 他還在流亡 他要跟人家搶一腳 201年7月23號國際媒體報導 中國積極在南海擴大海權 是比影響到美國國家利益 所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在越南河內出席 東南亞國協區議論壇的時候 至此強力提出南海美國利益 提到 美國邀請和平解決南海主導主權的爭議 裡面有美國國家利益在裡面 為什麼會有美國國家利益 為什麼 因為美國打敗日本 那些本來就是他可以去宣誓主權的地方 因為之前他說屬於日本 到底有沒有屬於 正確屬於日本 他沒有完全屬於日本 他只是一個類似拓質地一樣 第二個 美國不會支持任何國家對南海主導宣誓主權 美國沒有承認 他沒有承認 大家說了都不算 所以 當美國沒有支持任何國家對南海宣誓主權的時候 那些人宣誓都無效 你要宣誓主權 先戰先隱 是要國際承認的 各位了解嗎 你1945年的4月1號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是國際上承認的 大家都承認 所以才知道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而南海諸島並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持 所以美國國務卿希拉人能夠強勢的表示 美國要和平解決南海諸島的主權爭議 主要法理基礎 就要回歸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架構 美國依照舊金山23條A的規定 為征服日本 征服日本的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是征服日本的主要佔領全國 而且日本依照第二條的規定 放棄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海諸島的佔領地 但是南海諸島並非自動成為無主地 不是自動成為無主地 他是放棄 但是放棄誰有權利去管轄 美國 其實在日本因為被美國政府以後 依照和平條約才放棄的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聯網中華民國 馬來西亞菲律賓 問來越南 要趁虛而入 依照國際法先宣示擁有主權 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美國絕對有立場 在美國利益考量下 法理上介入 南海諸島主權爭議 另一方面 美國沒有義務 承認南海諸島主權的歸屬 這個例子 可以當作台灣地位處理的借鏡 所以其實現在台灣只是看美國要不要出手 如果美國一出手 台灣就很自然而然的 就會回歸到 二次世界大戰局限 因為 從頭到尾 美國一直佔領台灣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停止佔領 還沒有停止佔領 所以台灣一直都是美國軍事佔領之下 日本 他也說我合理的 合理的關心南海爭議 日本外向鋼鐵客 在7月24日下午在河內 跟越南副總理 那個兼外長 范家謙舉行會議 他事後對外稱 日本對南海問題不能毫不關心 為什麼 因為當初他宣誓是他的 所以南海爭議議題的會議 是日本跟越南兩國 在進行召開 由外交及國防人士參加的 日月戰略對話的主軸 目前國際間 對南海宣誓主權的諸國 可以歸納為三類 第一個 對日多邊合約 究竟戰合約的簽約國 菲律賓跟越南 所以 日本依照究竟戰合約條約 第二條 F應該是包括菲律賓和越南之間同盟國要求 他要求他們 因為對日多邊合約 放棄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 因此日本 是沒有立場可以關心 菲律賓跟越南所宣誓的主權爭議 但是對日雙邊合約 台北 前一國是中華民國 在 第二條裡面 日本跟中華民國兩兆承認日本依舊 依舊性在和平條約點 第二條F 已經放棄南沙及西沙群島 但是日本 並非依日華台北合約 放棄南沙及西沙群島 所以日本是可以有立場關心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宣誓的南海主權 第三個 不是對日本的簽約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馬來西亞 問來 日本不必接受 沒有對日合約簽約國的拘束 當然日本有立場關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馬來西亞 跟問來 所宣誓南海主權的爭議 第7月23號美國的國務卿明確的說 南海主權爭議是美國 因為現在處理的外交事務 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 顯然告誡中國不可以宣布 完全擁有南海主權 不要單方面處理南海主權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一直要搶南海 各位知道嗎 因為石油 要九油 因為事實上如果就國際法理 美國有權 連日本都有立場關心 甚至介入南海主導的主權爭議 沒有自身事外的道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以來 主張擁有南海的主權 不是基於國際法理 而是基於 基於南海海域蘊藏大量的石油 跟天然氣可以提供的經濟利益 是標準的強權主義邪惡帝國的表徵 他一直在講 那個中國一直在講誰是邪惡帝國 中國外交部長楊潔 楊潔虎甚至警告美國 不要把南海問題國際化 奇怪 明明就是國際化的問題 他說不要把南海問題國際化 很多時候都自相矛盾 有關就是合約的簽署 中國沒有參加 此種背離國際法理的霸權心態 在現實國際社會根本站不住腳 遲早會遭各利害關係國聯合抵制 這是真的 就像他防空識別區 他一講出來誰承認 沒有人承認 大概只有中華民國 會這樣乖乖的 把那個航空識別報告拿給他 其他沒有人承認 還開B2 B52轟炸機馬上去經過 他一直想要讓經濟上 讓軍事上 中國一直想要佔有一席之地 他這樣子會引火自焚 是飛蛾撲火 你高級班 各位高級班就會知道中國國情報告 裡面有一堂課 光是中國國情報 你會了解中國現在的國情到底是怎麼樣 在究竟那和平條約架構之外 日本應該可以比照美國 在原來的佔領地放棄之後 仍然擁有立場 在日本利益的考量下 關心南海主導主權正義 同樣沒有義務承認 南海主導主權的歸屬 所以現在南海 他在打國際官司 沒完沒了 準備美國出來 出來喬事情 所以這些馬來西亞問來 這些他們到最後還是會以美國的 這個政策為依規 一起聯合對抗中國 那中國為什麼一步一步想要進逼 他為什麼一步一步想要這樣子 那個走出來 因為他發覺他已經被美國完全包圍了 他搞不清楚 什麼時候就被美國完全包圍 美國已經利用那個 利用周遭的國家 整個中國大陸沿海 整個圈圈把它框起來 他走不出來 所以他很緊張 他也是為了他的國家利益 美國也是為了他的國家利益 絕對不能讓中國大起來 那我們呢 我們以後會像瑞士一樣 民主長告訴過各位 不是民主長也告訴過我們 我們要像瑞士中立國 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們只要讓我們的 這台灣的下一代 這個可以享受很好的教育 可以成為國際上傑出的人才 諾貝爾獎得主 一半都是德國人 這是德國教育 我們希望我們將來的台灣的 這個諾貝爾獎得主越來越多 本土台灣人 所以我們跟大家都當好朋友 我們也不跟中國起衝突 因為離我們很近 美國離他很遠 我們幹嘛 我們靠美國有時候比較遠 所以我們跟他成好朋友 我們跟世界各國都當好朋友 像瑞士一樣 我們只要大家 封衣足食 然後大家都有享受很好教育的權利 那 戰爭法 戰爭史 每一篇都有 除了戰爭史之外 你一定還要了解 新台灣論 各位現在還沒有買 新台灣論的舉手 是沒有帶錢嗎 一定要買 為什麼 這些就是法理的基礎 你要跟人家 你要跟人家溝通 你要跟你的好朋友 你用法 用理 你跟他講 你不要用情感台灣 不要用政治台灣 你用法跟理 他能夠接受的 因為真理可以走遍天下 你講 你慢慢的慢慢的 去跟他溝通 他一定能夠聽得懂 你又不是用英文跟他溝通 對不對 因為我們英文都不行 你用現在我們都會的語言 用中文跟他溝通 那你在講事實 他一定聽得進去 新台灣論講的都是事實 你於法有據 有條有理 然後 透過邏輯的檢驗 一步一步的走下來 他一定聽得進去 他午夜夢回的時候 想一想 你講的還真有道理 當你晚上做夢 都會夢到 在看新台灣論的時候 你就已經很進入狀況了 我有夢到過 晚上都還在K新台灣論 我們還有五分鐘下課 下課之前 我給各位一些題目 各位參考一下 很簡單 你自己去可能會考試的題目 幫各位考前惡補一下 美國在究竟戰和平條約簽署以後 對台灣的聯王政權有什麼稱呼 英美兩國達成什麼共識 自己去思考一下 不要一下就看答案 究竟和平條約以後 台灣聯王政權我們怎麼稱呼他 我們是 Authority in Formosa 所以 台灣治理當局 稱呼 所以現在連希拉瑞都說 Authority in Formosa 都是這樣稱呼 只有台灣自己搞不清楚說 我是中華民國 國際上都說 Authority in Formosa 台灣有一個治理當局 台灣的治理當局 做了很多惡性的事情 我們將來都一個一個要跟他討回公道 我們 當兵的人要跟他要回 我們白白當兩年兵的錢 我們繳的稅金也要跟他要回來 這樣好不好 好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這個就是他們以後 他們對聯王政權這樣稱呼 英美兩國在1951年的六月以後達成共識 否定開樓宣言對台灣歸屬的拘束力 而不將台灣移交給中國 不管是PRC還是ROC 也從來沒有將佔領中的日本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以Formosa Government的稱之 從來沒有人這樣講 包括日本 包括德國 包括那些其他的國家 所以知道 Authority Informosa就是中華民國立王政府 那現在 有一個合法的政府 他將來要接管政權 我要知道 台灣 我們的TCC怎麼講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各位要知道 不要考TCC你不會講 這最基本的你要會寫好不好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那為什麼 我問各位 為什麼台灣民政府要刮胡 然後台灣 Civil Government不用刮胡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民要刮胡 台灣平民政府 我們台灣平民政府 所以我們是台灣政府 暫時的我們刮胡台灣民政府 但是外國人一看就知道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他們就知道不用刮胡 不用刮胡 Civil 他們就知道台灣 Civil Government 他們很清楚知道不用掛胡 掛胡很奇怪 法理上 For Most government 是由哪些人組成的 本土台灣人嗎 你怎麼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我問各位很簡單的問題嗎 你告訴我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怎麼證明 身分證 身分證為什麼可以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因為你的父母親有日本的戶籍啦 懂嗎 因為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有日本的戶籍嘛 你才可以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在日本治下的本土台灣人嘛 所以 不是說我畫 我畫說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就是本土台灣人 各位我再問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今天 中國人 嫁給我們台灣人 你的小朋友 生出來的小朋友是哪一個國籍 中國籍啦 我們台灣人 娶越南的女孩子 生下來的小朋友 是屬於哪一個國籍 越南籍啦 無國籍的人 他永遠就是無國籍啦 那我們是有國籍還是無國籍 我們無國籍嘛 所以我們不管娶誰不管嫁誰 生出來的小孩子 都是以那個有國籍的為準 所以那些新移民 他們的小朋友 你像那個最近那個 反正 你一定要記住 不管怎麼樣 有國籍的人 娶無國籍的人 那個小朋友就自動成為那個有國籍的 所以這是 那些本土台灣人 一直在強調的 你說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的小朋友 你娶了越南人 你的小朋友就不是本土台灣人 為什麼 因為他是屬於有國籍他是越南人 美國 美國原來就是中國國民黨的二戰盟友 為了鼓勵蔣介石怎麼樣 然後有把台灣將來歸還給中華民國的開羅協議 你如果要知道這些考題 你等一下拿你的USB 去後面call 都可以call 我的資料都可以call 沒有那個不行 因為網路上你都可以找得到 抗日 寒戰 也就是說 可以把他拉一下 他說 為了鼓勵蔣介石抗日 然後中國介入韓戰 所以這些就無效了 一個中國介入韓戰 開羅宣言無效 然後美國要鼓勵蔣介石抗日 所以說以後要把台灣給他 剛剛不是講到彩券嗎 根本就沒有去買的彩券說要給給你可以嗎 不行嘛 國籍問題跟人權法律相關 必須要遵循人民的什麼 自願 意願 但是 要合乎法律程序 也就是要合法 你有自願意願成為中華民國的 國民 你就可以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嗎 不行 因為不合法 完全不合法 對不起 因為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各位要call再去call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謝謝 各位好玩請客氣 走勒 下課休息十分鐘 台中州曾秀梅小姐 在的話請來找我一下 曾秀梅小姐 三一天 一二二三 五二三 十五 二十一 五十五